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记者李学勇、梅士雄,根据提交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的201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报告。 2019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中,国防支出11898,76亿元,增长期。 5.增幅比2018年降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防费投入与国家经济发展相适应,保持在合理适度规模,既满足了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又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应有贡献。 13届全国人大代表、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何雷说。 何雷说,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中国武装力量,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 中国国防费增加是维护世界和平正能量的增强。 何雷表示,中国一贯注重控制国防费规模。 在国家综合国力、安全环境和全球战略形式,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国防费增长是合理适度的。 相对于世界其他主要大国,中国国防费,无论是占GDP,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还是国民人均和军人人均数额,都是比较低的。 何雷说,近年来,中国国防费主要用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保障军事训练和催型多样化军事任务,提高武器装备现代化水平,改善和提高官兵生活福利待遇等。 多次参与中国国防白皮书撰写工作的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周认为,中国国防费是客观、透明的,没有什么隐形军费。 中国自2007年起,每年向联合国提交上一财政年度的军事开支基本数据,并从当年起恢复向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提供七大类常规武器进出口情况。 何磊表示,中国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不仅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 中国军队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维护国际海上通道安全,提供国际救援救助,开展安全交流合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做出了几世公认的贡献。 陈州认为,一个国家是不是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主要不在于其国力军力是否强大,而在于奉行什么样的内外政策。 中国始终不予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 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我们将坚定走好自己的路,向着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奋勇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战略支撑。 何雷说,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题,书写军事斗争准备工作新篇章。 新华社评论员 1月4日 中央军委军事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前 习主席签署中央军委 2019年1号命令 向全军发布开训动员令 训令先军 传递者如山使命 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 在新的起点上 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工作 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 习主席对军事斗争准备工作高度重视 对练兵备战十分关注 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 习主席就带领新一届军委班子 视察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 强调要在全军兴起大抓军事训练热潮 十九大后习主席第一次出京视察部队 强调要全力推进新时代练兵备战工作 2018年新年一时 习主席亲自出席中央军委开训动员大会 并向全军发布训令 2019年签署的中央军委一号文件 就是开训动员令 吹响了练兵备战的时代号角 习主席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指示 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 彰显了党的核心 军队统帅强烈的优患意识和使命担当 为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工作 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 军事斗争是进行伟大斗争的重要方面 打赢能力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 和艰巨繁重的军事任务 党中央 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沈石夺氏 同览全局 带领全军锐意进取 攻坚克南 军事工作在斗争中加强 在创新中发展 取得许多标志性 开创性 历史性重大成就 全军以坚定意志品质 灵活战略策略 有利军事行动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经受住了复杂形势 和严峻斗争考验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前景十分光明 挑战也十分严峻 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 面对强国强军的时代要求 迫切需要强化优患意识 危机意识 打仗意识 扎扎实实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各项工作 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军队首先是一个战斗队 是要随时准备打仗的 书写军事斗争准备工作新篇章 必须把新时代军事战略思想立起来 把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立起来 把备战打仗指挥棒立起来 把备战打仗的责任担当立起来 各项工作和建设 各方面力量和资源 都要聚焦军事斗争准备 服务军事斗争准备 推动军事斗争准备 推动军事斗争准备工作 有一个很大加强 军事训练离时战跃进 离打赢就跃进 书写军事斗争准备工作新篇章 必须加强新型作战力量建设 增加新制战斗力比重 要大抓时战化军事训练 提高练兵备战质量和水平 要继承发扬我军大无畏的 英雄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 强化信息化条件下不畏强敌 敢打必胜的信心勇气 御灵敌而有功 以贤习之在速 书写军事斗争准备 准备工作新篇章 必须坚持问题导向 对突出短板弱像扭住不放 持续用力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 确保取得成效 要增强纠置和平击毙的政治自觉 真正来一场思想观念的大转变 问题击毙的深纠置 打仗能力的新提升 切实把战斗对思想力起来 战斗力标准落下去 军队打胜仗 人民是靠山 书写军事斗争准备工作新篇章 必须大力巩固和加强军政军民团结 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 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 共同把英雄的人民军队建设的更加强大 更有战斗力 凡国之重也 必带兵之胜也 被历史一再证明的这个强国与强军的辩证法 必将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征程中 再次得到有力证明 At Sevilla Debt Post 7,531 原标题 北部战区陆军多措 并举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20条应举措培养一批兵专家 近日,北部战区陆军谋旅侦察营无人机技师张卫士探索的无人机航线降落法 在部队训练中得到应用推广 据悉,北部战区陆军研究制定的 加强士兵人才队伍建设措施 稳步落地建效后 一大批像张卫士一样的兵专家 在基层一线展露头角 据该战区陆军兵员和文职人员处领导介绍 近两年 随着部队调整移房 装备更新换代 面对型号 性能 构造等千差万别的新装备 包括张卫士在内的许多士官骨干 都产生了本领恐慌 为了破解士官人才队伍建设方面 存在的结构失衡 素质较弱等瓶颈问题 该战区陆军组织机关12个业务处室 和9个不同类型部队 集中梳理反思 逐一拉单列条 建立台上 研究制定20条具体措施办法 据了解 该战区陆军依据相关措施办法 把握选 训 用 留 四个重点 确保培养储备数量充足 结构合理素质过硬的专家行事官骨干人才 同时 他们借助军队院校和各级训练机构人才培养主渠道 不断扩大人才送学培训数量规模 并采取接装培训 厂家跟训或到地方科研院所带陪带训等方式 抓好新型作战力量 和新装备操作维护骨干培训 切实让骨干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 冇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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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冇养